大牙來囉 好 現在場上先來看到 李美貞跟李嘉豪的組合 對上是盧敬堯跟周一佩 我們看到 李美貞他使用的球拍 也非常的可愛 是本色的 這場上非常的搶眼 是 哇 大牙兩次的回球 都不錯喔 那美貞傑回球回到後場去 哇 這場有點激烈喔 這個有打出混雙真正的味道出來了 是 喔 兩邊在走位上面也蠻有默契的 喔 好球喔 喔 只有打向了李美貞這裡 對 而且周一佩這球隨球上網的戰術的概念很好 讓我看見到這個殺球真的是非常的重 對 阿 掉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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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來圍排數很多喔 對 而且可以看到這兩邊女生的戰術概念都很好 對 站位都很OK啊 對 完全是屈前 哇 大家這一季往前落點也不錯 繼續再往前 看會把握住 好球喔 哇 大家已經打得nice way 籃節的速度很快 而且非常的標準喔 手完全沒有放下來 哇 看起來我好像要壓錯保了喔 大牙真的厲害 哇 這一球 盧敬堯怎麼打的啊 沒有這球盧敬堯犯規 打太漂亮了 對 這一分應該要算在對方身上啊 不行這麼漂亮 絕對不行 真的 哇 開局5比0 好 往前的對決 哇 想要分球 但拍面沒有掌握好 好球喔 一波6比0的開局了 哇 好球 壓得漂亮 哇 大家的分球這個速度也夠快 這間後退的行進過程中 這一球也過去了 哇 擋得漂亮喔 哇 擋得漂亮喔 哇 其實看到空檔了 很可惜 沒有過往 哇 這下7比0耶 哇 這開局 藍隊情勢大好 喔 大家還是有把往前顧得好好的 哇 8比0耶 我今天看到黃隊其實 隊長滿激動的 我剛剛在旁邊還是大喊了幾聲 對 哇 這一波攻勢已經來到9比0了 連續攻下了9分 哇 終於 憑藉著李嘉豪這一次的分球 是拿下了黃隊在這場比賽的第一分 李維珍這一季回擊也是直接挖地瓜 好啊 好 美珍姐的機會來了 好球 因為其實把女生壓在後場之後 他就可以毫無顧忌的衝上來 對 稍微有點猶豫 不知道誰要來處理 把球先打高就對了 爭取一些時間 好 大家的回球 結果掛網 有 可以看到黃隊的戰術有變喔 嗯 是讓藍隊的周宜佩在後場 不要讓他再往前喔 對 好 打一個虛攻球 影響到胡建豪的壯心 追得上來4分 還有6分的差距 分數也追得滿快的 是 發場球 沒錯 把大牙擠到後場去就對了 對 戰術成功 對 因為其實如果當 周宜佩這邊想要退後的時候 那雙方的失誤率就會又會出來了 對 如今要想要來換球 不愧是選手喔 覺得10分比較多 所以我就先換一下球 拐一下氣阿 是 喔 這一球 掉高球還不錯 高度有出來 繼續喔 把大牙壓在後場 喔 讓給李佳豪來打 哇 還有 兩位女藝人的對決 哇 大概半分15了 哇 這個李佳豪的回球實在太貼網了喔 所以讓周宜佩的手也只能往外撥 追到了3分差距 好球 擋得漂亮 大牙在往前 水準真的蠻高的 對 而且他的球盡量是不起高喔 不過這次 畢竟要橫移的範圍比較大 自己也覺得蠻可惜的 對 而且其實在前場蹲真的很累喔 我腳很痠 哇 這轉眼睛追到了只剩兩分差距阿 還有 哇 李美珍這一幾次的回球 處理都很漂亮 好球 腳趕得過去 哇 切得漂亮 好 把大牙壓在後場 戰術成功 哇 這一波 李美珍的處理 一百分阿 對 而且這顆球真的是很喘喔 整個來回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三點二十五分賽程 順暗加組 持續發長球 復章體育 請至第二場地 盧建豪發力 盧建豪發力 盧建豪都守住 再起高球讓盧建豪殺 哇 李美珍這一顆就到 哦 但後續盧建豪的殺球 還是略勝一籌 哇 這個撐了許久 十一分鐘終於收入口袋內 進入了幾乎暫停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終賽回來 比達克 比宇宙錦標賽 明星對抗賽 黃隊對上藍隊 剛才原本 大牙跟盧建豪拉出一波猛攻 打一個很好的開局 不過李嘉豪跟李美珍這裡 窮追猛感 追得上來 現在雙方只有兩分的差距而已 對 等於他們的戰術有稍微調整一下 哇 大家再往前真的很犀利 對 而且在讓他摸的時候 如果摸得很上手的話 其實這樣子 對李嘉豪他們來說是很難處理的 嗯 這季也掉到後場去了 其實雙方的想法都差不多啦 只要讓對方的女子選手 來到了後排 其實這個 威力都會大幅的下減 對 而且輸入力也會提升 對 哇 這一個擋短實在是 太漂亮了 幾乎暫停過後 連續的得分 又拉開了差距 哇 想要連續來擊球這個犯規了 哇 想要連續來擊球這個犯規了 哇 想要連續來擊球這個犯規了 嗯 喔 美貞姐最擅長的分球來了 嗯 戴亞這一擊回擊太輕 我覺得這次可以結束了 可以接受到 直接就很快 有了 等一下也有了 感覺對 找到 所以在幾乎暫停過後 反而是盧敬堯跟周宇佩帶來這邊 拉開了差距 結果這球回球 落差就比較大了 對 但是位置是好的 因為他是往李美貞的後場打過去 戴亞想要再往前 把球打過去是放短的 他好像在領先幅度比較多的情況下稍微有點 誇下回球 如今好秀了一手 兩邊的輪轉越來越順暢了 對 對 戴亞在往前想要把這一分拿下來 但打到後場去漂亮的過渡 一腳還是就到了 雙方奈迴拍數非常多 但這次 哇 側身的回擊 反拍 結果打得太輕了 對 而且可以看到兩邊真的是 非常的喘喔 拍數很多 兩邊真的是需要喘口氣 五分差 五分差 機會來了 李美貞在往前直接壓下去 哇 只有這球 擊球拍面並沒有打好 畫面中就看到是黃隊的隊長餅乾 好球 這個進攻的位置是兩個人的中間 是嗎 是嗎 哇 好好球 李美貞居然殺到盧俊堯 無法招架 對 這時候當然就不要客氣了 用力的給他扣下去 這可以算是人生一大成就了吧 竟然擊敗了國手 是 花支球還是有救到 古今好也來加速 李美貞回到後場去了 這個想法也都蠻成功的 好 打壓來了 也回去一件好球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總體來說 在這個藍隊這邊呢 他們的起球的機率還是比較低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美貞姊她的 在前場一個模式就是 會把球 雖然是分的角度不錯 但都是起高的一個狀態 對 同樣喔 把球先打到後場去 對 但這樣對他們這個混雙的模式來說 是會比較不利的 好 找到機會 左右調動盧俊堯 現在變成藍隊這邊 戴亞比較少 有觸球機會啦 是 這個明星們 在場邊也做好防疫規定 都口罩都有戴好 兩分差 好 李美貞這一季回擊 比較可惜 所以現在有三個 局點 同時也是賽點 哇 這個起跳的滑拍 是單打手的強項 還沒有放棄喔 哇 繼續調動盧俊堯 後面已經缺口了 盧俊堯 趕得過去 有辦法越過嗎 沒有 而且盧俊堯剛剛在旁邊 在看了兩秒的電視才回來 哈哈哈哈 好 一分差 那個沒有Deuce喔 所以黃隊如果要搶勝 兩分一定要連續給他拿下來 戴亞在往前 有過去嗎 哇 有過 哇 結果李美貞沒有回擊啊 在這一分到手的情況下 最後 21比19 由藍隊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哇 這也代表著明星藍隊現在局數是取得 點數 是取得3比1的大幅領先啊 明星藍隊獲勝 我們這場比賽也算是在這一次的明星對抗賽當中 非常標準的一場混雙的比賽 哇 真的表現得很好耶 那我們再次恭喜呢 我們的儀佩跟我們敬搖位藍隊 拿下第三點的獲勝 我們現在目前三勝了嘛 對不對 第四點的獲勝然後第三勝了對不對 等於是聽牌的狀態囉 那我們這次來講一下我們這個大雅 其實我剛剛看了一下大家對你的評價 你覺得你壓都很高耶 就是說你的其實整個那個走位概念啊 跟那個在打節奏的過程中都打得蠻好 你自己覺得你表現得如何 這可能要問我老公 因為回家可能又要開檢討會罰櫃之類的 要需要寫那個檢討書嗎 新的我今天那個反手派沒有打號 這麼嚴格是不是 那你覺得你今天自己的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我表現還有點太過緊張 但我覺得盧敬瑯真的很強 他真的是我的銅牆鐵壁在我後面 整個就是不用擔心 完全無後顧只有 其實我也覺得盧敬瑯有點太強耶 你很誇張耶 你後面簡直是你的一個陣地的感覺 然後你一個這樣這邊這邊都可以 然後手得好好的 我覺得那你覺得這次跟我們這個一配的搭配 你給他打分數你的打幾分 至少99分吧 喔有99分 等一下問看這個老公有沒有打幾分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耶 你們的搭配真的搭配滿好 而且我感覺到盧敬瑯很享受這個比賽的感覺 對啊我剛剛在跟大雅打的時候 感覺好像到了世界雨連 國際賽場那種感覺 張力跟強度都有 真的耶 這真的很誇張 你們這樣一來一往一來一往 我覺得實力相當然後很精采 真的很精采 謝謝你們為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比賽 恭喜獲勝 想知道更多雨球比賽的資訊 記得鎖定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達克運動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